好在这边呢 我们有object跟image 然后object跟image呢 我们要找他center of rotation 所以要找center of rotation呢 标准的做法是找两派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但是两派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呢 很多学生他呃不会做 然后我自己本身在讨论题目的时候 要画两派的perpendicular bisector 我也觉得很麻烦 然后他就有一种方式是你拿尺 或者是a4指 他有一个直角 然后你就看这边对应的这个点啊 这个是他的这一个点 跟这个点他对应 ok 这两个对应的点的时候 你拿你的那个这一个尺 插下去 然后你就去找到他的这一边 你看这一个跟他30cm 这个30cm 他距离一样都是3cm3cm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这个这个这个就是他的center of rotation 所以他的center of rotation就在这一边 然后他是呃一一这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的这一边呢 呃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恒12345 直123恒123 直12345 这样这个就是他答案了 ok 这个是一招 然后通过刚刚的这一种方法呢 我又想起 我都自己想了一招另外的方法 就是说我随便找两个对应的点 我跟他连接起来 然后我在这一招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是恒2468 直2 这样他的中间是在哪里 他的中间就在这 他中间就在这一边哦 他中间在这一边 所以我在中间这边我画一条线 他原本是恒8直2 我现在变成恒2直8 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呃一二三四 这样恒2直8 这样的一个地方 ok 所以你就爱的是这一个 ok 或者是这一个是他center 所以这个就是他center 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这样 这样 ok 他就会是123横3 12345直5 横12345 直123 好 接着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从R 变成R'的时候 我可以想象他其实是降转 ok 他在这一边这样转的时候 我就要随便拿两配 来连接起来 我都心理想 ok 这一个 他转过来的时候是这个 这个连接直接连接过来 多少格 2 2 4 6 8 8格 所以他这一边 8格的话 我这一边中间 我也8格 在这一边 123 4 123 4 OK 然后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把这个画下来了的时候 他挨的是上面这个点 或者是下面这个点 然后我观察一下 我就看哎 这样这样 这一个就是他的center of rotation 然后 so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选上面还是下面的时候 你就心理想 我现在这一个来这一边的时候 他其实是clockwise anti-clockwise 如果我拿下面的话呢 他这边过来 这边他是clockwise ok 他就不对了 我们要的是anti-clockwise ok 然后 如果他现在 是 百八度的很简单 百八度你直接两配 交界的地方 这一个就是他center of rotation ok 这个就是他center 然后刚刚这一个是他的center 好 然后接着这一个 他也是属于百八度的 我拿最上面的 跟最下面的连接起来 那这个就是他的center of rotation ok 这个就是他center of rotation ok 好 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我拿这个点跟这个点 他是对应的点来的吗 然后我从这个变成这一个的时候 呃 他其实是这样 然后在这一边我连接 2 4 6 8 8个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这一个 1234来到这一边 然后我上面是下面是 1234这边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一个 这样 他这一个就是我的 那一个 90度 你死了 嗯